天网会会 虽然事故现场的监控 被人动了手脚 可是你派去的人 他在别的地方出现过 警方现在已经出动 很快就能抓到他 自然也会共冲 谁是幕后之士 如果是你 那你 你的儿子还要卫世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都是我做的 跟好都没有关系 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去自首 承担所有的罪责 顾董事长 请你看到我们市交的份上 给卫世一条生路吧 我求你了 市交 你何诚顾忌过呀 好在现在严臣没有大碍 沐渝又苦苦说起 所以我今天 请你来谈这个事 否则的话 我让你们卫世 再无立足之地呀 都是我的错 我可以去承担所有的责任 我可以的 只求你不要涉及到 我的儿子和卫世 好吗 我答应你 你马上去自首吧 我也会禁守承诺 好 对不起 顾董事长 我儿子因为这件事 已经跟我断绝了关系 由于我的缘故 他和沐渝一直没在一起 但我知道 他是真心喜欢沐渝 所以我恳请你 将来别与我的缘故 阻止他俩交往 好吗 大哥放心 我也不想看到 我的孙女儿再伤心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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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你来说很难是吧 好在他最后收手 还像我母亲的样子 人做了错事 就要承担责任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做回母子 再次对我母亲的行为 向您道歉 我先走了 刘总啊 你应该庆幸 有一个好儿子啊 请问你找谁 请问这个病房的病人 你去哪儿了 哦 他已经醒了 昨天上午就拎东西回家了 谢谢 谢谢 老板 您这么看着我干吗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今天出门已经仔细检查过了 一容仪表绝对不会给公司丢脸的 没有 那就好 有什么问题您就直接说 我一定会改的 怎么感觉他有点不一样了 好像没昨天那么凶吧 老板 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不需要 不需要就不需要嘛 这么大声干吗 那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 我一直都在这儿 不愧是我雕刻的 不愧是我雕刻的 已经有仙女藤天图的芭城了 不ся 多真面目 你不要太悲 notation 这银 都不愧是 喂 老大 情况紧急 赶紧连雕刻室 公司出事了 不是 是我 你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仔细跟我说说 我现在在手 拿起颗刀就止不住地颤抖 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车祸的事不是忘了吗 难道还有肌肉机 什么车祸 现在你那个专职助理 在你身边吗 他在外面 你仔细听我说 这件事只有他能解决 你找我没用 我这还有事呢 挂了 你的年终奖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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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萱 白宾 你怎么来了 工业程在里面雕刻你小声一点 我有一些事想跟你聊聊 你现在有时间吗 现在是上班时间 等一下我还要送顾总回去呢 正好 工业程也行吗 我给你在这儿一等他 这 不好吧 我今天是专程来找人聊事的 是不会独自回去的 工业程出来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好 那我们出去聊 来 徐雨萱 老板 你怎么出来了 这位是 白宾也不认识了 你朋友啊 哦 这位是我朋友 来找我聊点事情 记住 下次闲杂人等不要带进来 你进来我有话问你 顾总是什么意思的 顾炎程先生的情况有点特殊 详细情况我之后再跟你说 还愣着干什么 快进来 再联系啊 拜拜 是 是 不认得我了 顾总有什么吩咐 给我解释一下 我之前车祸是什么情况 你想起车祸的事了 现在只有我问你的啊 没有反问 你车祸是五年前 在第七四金雕奖结束之后的 交通意外 那这车祸 跟我雕刻又有什么关系 因为车祸你伤到了手 之后就拿不起磕刀了 虽然之后手制好了 但却因为心理上的作用 无法完成雕刻 难怪邵警要隐瞒我车祸的事 老板 你是雕刻碰到了什么问题吗 我能有什么问题 有可能这是一个好机会 老板 你仔细看看 我跟你要雕的这个仙女 是不是长得格外地像啊 因为之前我就是在这儿 给你当模特的 你 当模特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就站在这儿 你可以试试 金雕奖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不能因为小问题半途而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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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刻丛相使 设计 出坯 细雕 精雕 修光 打磨 再到佩座 最终才能呈现出 一尊带有灵魂的雕刻作品 每一个步骤 都必须倾注雕刻者 心里最真实的爱 这个过程 正如人生一样 也是在雕琢和磨练自我 总觉得少点什么 好 嗯 嗯 你 你干吗 我一定是在做梦吧 当然不是 不是 那你怎么肯乖乖让我抱 肯定是梦 你 你放开 嗯 不要 力气这么大 不应该做助理 你应该做保镖 你就让我再抱一会儿嘛 松开 我不要 你要抱多久啊 就一会儿 我数三生 你要再不松开的话 后果自负 知道了 你数八 一 一 二 三 老板 你怎么脸色这么差呀 是掉颗太累了吗 你 你又干什么 我脚麻了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 我真的 我都走不了了 他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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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一只 Netherlands 我 先不留她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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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客气了 您住院的时候我也去探望过 知道最近您出院了 这次前来也是希望 能跟你一起用餐 为顾总接风洗尘 老板 白冰没有恶意的 之前您住院的时候 那位史教授就是白冰前来的 没想到 白总如此费心 这怎么好意思让白总请 白总救了我一命 当然是由我来请 好啊 那今晚顾总破费了 请 请 我的第六敢告诉我 今天这顿饭 比鸿门宴还要吓人 现在 Anders 就会有这个 还要吓人 还有你 是ha 那 minister 还要怎么样 居意 付近也就这家餐厅还可以 如果你们吃不习惯穿菜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家 能 我记得你不是不能吃浪吗 怎么不能 我现在可以吃了 这失忆口味也会改变啊 你也可以吗 不用管我 你爱吃就好 那 咱们谁来点菜 你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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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轩是一位 尽职尽责的好员工 我也非常希望 她可以到我这儿来 这样 我可以给她充分的自由 更不会干预她的私人生活 谢谢 其实呢 这次白冰找我来 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只不过她之前 刚好帮了我一个忙 所以我欠她一顿饭而已 是吗 是啊是啊 是的吧 这川菜讲究烫口 凉了就不好吃了 一切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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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来了 走 顾晏成 还好吧 我已经把他送回去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本来 就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但看到顾晏成现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我有必要把事情说清楚 你知道什么吗 他是不是 连你也不记得了 嗯 他把我忘了 也忘了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 他失忆了 你还记得那幅仙女藤天图吗 你还记得 记得 是故事祖传的那幅画 其实那幅仙女藤天图是云自我 我的祖先 那幅画是你祖先的 对 是我和祖先 将画交给故事 让他们找到并守护画中人 可 这跟顾晏成也有什么关系呢 我会让故事遵循承诺 我的祖先用一种方式和故事定下了契约 这个契约被深埋进了故事的隐形基因里 故事会有人遗传到这个基因 外部表现就是因为胎记 拥有这枚胎记的人 会对画中人产生天然的保护欲 可能 会我以为喜欢上他 这怎么可能 这太荒唐了 要是按你这样说 那顾爷爷跟顾母语都是顾家的人 为什么他们没事 遗传基因是很玄妙的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遗传到父辈的基因 而且 有些隐性基因 会在某些环境的刺激下 由隐性转为显性 只能说到了顾家这几代 顾艳成正好继承了这个契约基因 所以他才会对你的危险有感应 更会误以为是爱上了你 他的确会对我的危险有感应 可我并不认同你说的 我能感受到他的真心 你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基因就好像是人工智能芯片 他遇见你的时候 这枚芯片建立 他对你的好感和喜欢 都是这枚芯片的意识 而不是他自己内心的真实意识 这不可能 这太荒唐了 你要怎么证明你说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胸口那枚胎记 你是否还在 难道 胎记会消失 estate人 只会是一个俩都 这次 관련随到 咱们 这次发生 咱们 证明 这次发生 好 好 喂 你人哪 不是说好了晚上要回去堵吗 明天一早还有戏呢 我马上就到 听了你的描述 顾总失去了这五年的记忆 就是说 他现在只有车祸之前的记忆了 没错 林医生 但虽然他失去了这些时候的记忆 但我觉得他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他 但有的时候又有点不同 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这种选择性失忆啊 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种呢 是因为脑部受伤 有淤血压迫影响的 还有一种 就是心理因素导致的遗忘 可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 脑部已经没有淤血了 难道 他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不要这么想 有时候呀 不是因为没有感情 反而是过于重要而遗忘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想忘掉一段记忆 而影响了其他的记忆 真的吗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啊 他不愿意的事是无法勉强的 而且你说 最近他对你的态度有所好转 这就说明他内心潜意识里 是对你在乎的 只是他自己还没有发现 那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换回他的记忆呢 我记得 验诚之前提到过 只要你遇到危险 他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的来保护你 从这方面试试呢 我已经试过了 随许见见 不可操之过急 而且用这个办法的时候呀 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 不要让自己真的受到危险 我要相信科学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抬测器好了吧 好好演啊 这样真的能行吗 当然行 怎么不行啊 少杰说了 顾炎城马上要参加一个活动 就在里边换衣服呢 你放心 我们已经准备好 后面给你接戏了 而且你别说了吗 这是你们第一次的坦诚相见 说是这样说 可真这样做的话 他会不会生气啊 会 放心吧 嗯 快去吧 加油 拜拜 你 你怎么不敲门呢 孩子 孩子 孩子什么来着 对了 不许叫 不许叫 我松开可以 但是你不许叫 你干什么 你放开 你想干什么 你胎肌呢 你胎肌怎么消失了 放开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因为你的胎肌 这不快 衣服都穿好了 你们继续不要停 站住 你的胎肌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你才能记住 你优优格 你的胎肌 你知道 你怎么会死定 你是不是 他人的胎肌 就会判断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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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就是事实 那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慧欣 我还是想再试一试 但是我需要少姐的帮忙 没问题 你想怎么做 我让她迅速安排 好 好了 好了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为什么不是我的司机来送我 我说您这一路一直盯着我看 就不说话了 别俩想训训了 并不是 作为顾氏员工 不请家去矿工 你要安排人 是不给他做一下培训了 真是煮熟的鸭子 肉烂嘴硬 欢迎顾总回家 作为我的司机 你不来接我 在我家做什么 我在兼职 兼职 从今天起 我不光是你的司机 更是你的贴身助理了 我喜欢那儿的 感谢观看